你发现了吗 有这样一些歌曲 平时听就觉得心里不好受 仔细了解过后 意外发现他们居然承载着 歌手对已是亲朋的思念 难怪每次听都会觉得心酸 原来背后的故事如此沉重 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 毛不易的这首《一婚一素》 其实是写给已是妈妈的歌 在毛不易刚当上护士的那一年 第一次感受到死亡这堂课的残忍 就是通过自己的母亲 但那时候她认为自己是个不成功的人 所以尽管后来她功成名就 可是妈妈没能看到自己所取得的成绩 一直是她心底的遗憾 所以多年后她写出了这首歌 也希望企图令自己释怀 安妮发现于1987年 是王杰的成名代表作 同时也是她写给因车祸去世的初恋的一首歌 因为女孩是没法混血 热恋时期 王杰会叫女孩的名称安妮 所以最后她将这首歌取名为安妮 也是为了纪念这位曾经她深爱过的女孩 歌曲《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 是岳云鹏写给已世父亲的歌 当年因为她在国外演出 所以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这也让她一直心怀愧疚 如果可以 她应该很想像她歌词中写的那样 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 我一定不顾一切地去看你 让你看看我的儿女 长得像我又像你 歌曲《丁香花》是唐磊为了纪念好友的女友 一个因车祸身亡的女孩子而创作的歌曲 歌曲纯朴又真挚 让人一听就能感受到那个纯真年代的美好和遗憾 歌曲《墨河舞厅》是刘爽为一对因大火而天人永隔的老夫妻创作的 妻子在大火中离世 多年过去深爱妻子的老人终身未娶无子无女 每天唯一会做的就是去当年火灾事发地附近的舞厅跳舞 因为她的妻子生前最爱跳舞 歌曲《修炼爱情》是林俊杰为暗恋自己的女孩所创作的歌曲 女孩曾经向她表白 最后虽然没能成为恋人 但是却成为了好朋友 甚至女孩还牵红线 帮林俊杰认识了初恋女友 但事事无常 女孩在坐飞机时不幸一难 不久后 林俊杰得知女孩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 有一张她的照片 这令她一时难以接受 直到16年后 林俊杰出道10周年 她决定重视这段回忆 并且写出了《修炼爱情》这首歌 希望大家明白 有些感情失去了 就不会再回来了 视频最后你还知道哪些歌手 为纪念仪式亲朋写过歌吗